腾讯裁员上万人 爱奇艺裁员40% 每人优先整个公司的人事业 推特裁掉一半员工 整个2022年 互联网行业最常见的新闻就是裁员 领动的寒风其实在21年12月就刮了起来 单季度净亏损17亿元后 有7000多名员工的爱奇艺裁员20%到40% 涉及所有业务线 花钱的市场 投放 渠道合作部门 裁员比例在30%到50% 核心业务内容部门 裁员30%左右 游戏等边缘部门几乎全员被裁 不久后 类似的消息从腾讯传来 据说裁员较多的是 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以及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 一度有传言说 额场裁员规模在30%到50%之间 后来又有辟谣说 应在20%左右 数字之外看不见的是 腾讯的很多外包员工失去了工作 甚至有专门服务腾讯的外包公司 整个倒闭 全部员工就此失业 而他们的际遇恐怕不会被 进入任何大厂的统计数字之中 宇宙大厂腾讯尚且如此 其他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 在2022年不绝于二 滴滴裁员20% 知乎裁员20%到30% 印象中没有闲人全市销售的贝壳 也在裁员 B站 饿了吗 KIP 叮咚买菜 卖卖 烤拉海购 无论什么领域 无论上没上市 只要是互联网公司 就在裁员 其中场面最惨烈的 当初每日优先 明明还上着班 开个会的功夫 工作就没了 甚至公司都没了 所有打工人 看到每日优先员工 讨要说法的新闻 想必都会误伤其累 心有齐齐言 年初B站裁员时 将员工被裁 称为毕业 这个词在随后一年 成为裁员的代名词 到年底 B站在传裁员消息 又有据说 是B站被裁的员工 举起了一张横幅 这个B班就上到这了 B站的一头一尾 给2022 这个裁员大年 增添了几份黑色幽默 2022的残酷在于 不仅是中国公司 差不多全世界的 互联网大厂 都在裁员 年终被优艾腾 竞相对标的网飞 增速放缓 有报告显示 他们失去了 20万订阅用户 作为应对 裁了150人 这也说明 长视频这门生意 在全世界都不太好做 真正的惊涛骇浪 发生在年底 11月 向元宇宙转型 并不顺利的Meta 裁员11000人 占员工总数13%以上 是他们成立18年以来 第一次主动大规模裁员 同月 受全球互联网广告业务 下滑影响 谷歌启动了规模 为1万人的裁员计划 据说谷歌要求 每个部门 必须有10%的员工 标记为绩效不达标 所谓谷歌不作恶的slogan 此刻显得异常讽刺 而真正抢占头条的 是马斯克收购推特后 启动的大裁员 先使用马斯克计划 裁员50%的说法传出 此后又有消息称 推特裁掉了80%的合同工 跟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马斯克可以说是 把中国大厂POA那套 玩明白了 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用一句话形容互联网行业 大概就是the party is over 盛宴已过 胡臣在大时代中 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 也许可以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 送给每个人的2023 创作实在不易 对科技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手指 关注一下吧